你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人生 人瘾 乙卯 丁亥 这是一个难命 他是说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硬比太旺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时尚运可以解吗 各位 很多人都有这一种的迷思 就是深墙深入 认为八字要综合 他才会走运 所以一直在强调自己是深墙 或者是深入 我们五行派所看的是五行流通 并不看墙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本命情况 天干丁亥乙合 所以人水 而地支我们可以知道 申金去克银卯木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说 这一个八字 他是本命日祖授克 所以在日祖授克的情况下 他的官运 还有压力 本质都会很大 而现在他进入的是乙士大运 进入乙士大运 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什么不一样 在天干的一个部分 为人水深乙木 而他的地支四深一合以后 变成了亥水去深乙卯木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是不是他地支日祖授克 已经脱困 所以首先他的一个官运 会起来 但是这个八字他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八字的财运 特别特别糟糕 我们看一下天干 天干 他可以走的 有所谓的戊土 还有己土 但是他只能够走戊土 己土不行 而地支 臣 虚 丑 位 在这个组合下 没有一个可以用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这个八字 脱困了 但是相对而言 他的财运还是一样 乱七八糟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所看的 他是一个五行流通之后的现象 并不是综合了以后 就一定全部都会很好 而是我们要看的是 官运的流通现象 财运的流通现象 食伤流通现象 其他依此类推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财官比实应 五个运 就有可能有五种的情况 这也就是五行派常常给你讲 说五运独立 所以各自喜好用神不一样 而也因为五行流通不一样 所看的事情不一样 用神也会不一样 所以各位不用去 找说自己的用神是金木水火土的哪一个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